Hello,大家好,今天我来采访一位非常漂亮的小姐姐 她以前在英国留学,现在又到了澳洲来留学 我们来看一下在澳洲留学 让她分享一下在这边的一些生活学习方面的情况 这是他们家门口 他们也是自己租的房子 她好像适合男朋友租的房子 这里的话应该是离学校比较近 这里离City的话,珀斯的City大概也就20分钟左右吧 生活还是挺方便的 这是他们租的一个小房 租的一套房子 这是那种APD OK 哇,我们这位小姐姐还要骑摩托车 快你看一下 哇,好漂亮的摩托车 应该是蓝色的这辆肯定是她的 对,Hello Hello,Hello 这是我的,这个是两马哈的二三 一落一落,给大家介绍一下 把这个,这是收音的,你随便夹在你椅子上都可以 哇,这是你男朋友 叫什么名字啊? 他叫Ruli Ruli 稍等我们俩找一下猫 你们还养了猫的 对 我们养了两只猫 哇,你们这个摩托车是情侣摩托吧 不是 是不一样的牌子 哦,不一样 那是本田的 然后这个是亚马哈的 哦,这有多大牌量 这个 张如丽,这是650牌量 对 650就0.65 对 呃,对 是650 他在那儿 我把他还抱出来 哇,好酷啊 这蓝色肯定是你的吧 对 那个是我的 哎呀,你怎么回事 哎呀 哦,这是你的猫咪 养了几只猫啊 养了两只猫 哦 哎呦 挺可爱的 好脏哦 它是布偶 你看你 非要出来 你这车也挺酷的 这是你的吗 对 这是我们俩的车 哦,里面有两个摩托 一个轿车也够了 这个是Honda 对 那是本田的Ti-Fi 可以给我们介绍一下 你们这边 这里租的房子吧 这里租的 对 这个区还平时蛮安静的 因为我们养了两只猫嘛 嗯 所以就平时 就在家里陪陪猫什么的 因为现在PERS房价也蛮高的 对 然后我们就不是带着猫 不是很好找房子 也是机缘巧合 然后通过别人介绍 然后才租到这个房子 这个房子的话 大概有多大 这个房子具体面积我不太清楚 但是我们这个是四房两位 两个车位这样子 哦,四房两位 那还挺大的 对 然后这边是可以通过那个 直接到那个庭院的 有个小院子 平时可以在那边做烧烤之类的 哦,那这个房租一周大概多少钱 一周 之前是500 但是今年房价上涨 房东就涨到550了 哦,对对对 现在房子特别不好租 对,真的很难租 都得说是现在租房子都得你得涨价 对 就是在那个原先价格上 可能要涨一点 别人才会选择考虑你 哦 因为我们也是学生嘛 就租房子如果没有正式工作 他们会有先考虑当地的local啊这样 哦 可以方便带我们参观一下你的房子吗 哦,没问题 哦,谢谢 这个这个车是跑车吧 这个没有 是性能车 我等一下可以叫我男朋友过来说一下这个 可以啊 现在可以方便过来吧 我看的挺酷的 Rulia,叔叔让你介绍一下车 因为我发现这个车挺酷的 然后请Rulia的男朋友来介绍一下 Elo的男朋友 这个车看起来像跑车一张 这个就是本田的那个思域的那个高性能版本 就是思域的那个TiPa 然后 然后然后就是2.0的那个K20C嘛 加上加上一个涡轮 然后就是 然后 然后怎么介绍 还像2.0吧 2.0的 2.0的 2.0带涡轮 然后 其实就是原厂的话是310匹吧 然后400牛米 基本上参数就是这样 带R的运动吧 对 这方便透露一下这个车大概多少钱吗 新车的话 新车的话应该六七万刀吧 啊 七万左右 可能我也不是很清楚 因为我没有看到新车 就没有看到新车哪里有卖这边 哦 我们只看到捞手车 这摩托车很漂亮啊 大概多少钱 它的新车是七千五左右 我的新车 真的很漂亮 我的内量是一万一 哦 不错 一万一千二 OK 好 谢谢 谢谢 感谢 然后 他就带我们看一下房子 然后看房子边看 然后我们可以聊一下 留学啊 行啊 行啊 没问题 好 那我们 那个猫又开始叫了 参观一下你的房子 猴 哦 这是你们的客厅 这是后院 这是后院 然后我们前不久买了一个小的那个烧烤架 可以没问题 因为这种ABC的地的话 相对来说 它后院就要小一点嘛 对 但这个后院相对比较安全 就是比那种在外面的 然后我们如果摩托车停在这边也OK 但比较落灰 我们就选择停在车库 对 对你们来说的话 留学在这边种房子最好了 就是它比较好打理嘛 对 然后公寓的话养猫也比较麻烦 所以我们就住在这 哦 谢谢 哦 然后就有几个 哦 就几个房间 四个房间 两个卫生间 四个房间 两个房间 房间我们就不看了 房间行 我可以大概介绍一下 是什么布局 可以 这边这是一个房间 然后像这边就是那个洗衣房 哦 对 它这些东西都是已经配好了的 对 都是配 哦 没有 这个它是五百五布包家具的 所以这些家具啊什么的都是我们自己买的 哦 它就进去了 所以大家如果说你来读大学留学的话 有几个朋友的话 很多时候住这种房子就可以 你这都空了的 这都是空的 对 因为我们这房间没有利用起来 对 我们俩就住到两个房间 对 有的会歇而出去 对对 然后这边就是有一个小的洗手间 这一般就是公共的洗手间 对 这个房子挺新的 这是一个储藏间吧 哦 没有 这是洗手间 哦 也是洗手间 哦 对 干湿分离的 对 然后这边是一个小的储物间 但我们因为刚来也没有好好收拾 对 挺新的 这个房子 还行 好你们卧室我们就不看了 然后就那边有一个相当于作为它的电竞室 然后右边是我们的 电竞室可以让我们参观一下吗 电竞室 因为我已经是我自己的那个玩游戏啊什么 我也有自己的电竞室 稍等哦 那个太乱了 要不要稍微收拾一下 没关系 没关系 这样才真是吗 哈哈 哇好漂亮 我看你的电竞 因为我们这两天这个小摩刚来 哦 然后所以我们就在这房间陪他 这边就放一些乱七八糟的 你玩什么游戏啊 我最近会这么玩游戏 因为我是学设计的 这是我们家的另外一只猫 就等会再拍吧 两只猫哦 OK好可爱 这是小的刚来周四才来哎呦 OK OK 好我们找个地方还是坐下来 刚刚感谢一路带我们参观了一下他们租的房子 哎我想问一下一路你是哪儿的人啊 我是安徽的我老家安徽的哦 安徽的安徽每个省我都去过 安徽是吗 对我那边那边工作以前在合肥 哦在合肥 对对对 我在北边靠近淮北那边 淮北哪个城市 哦 苏州 苏州 我也去过 去过吗 都去过 以前我那边工作是属于那个摩托车 所以说安徽那边摩托车大省嘛 以前我的工作骗区经理 对他们那些很多那种 因为我们那边摩托不怎么管控 好像就管的不是很严 哦 因为以前重庆是属于厂摩托车比较大的嘛 很多厂在重庆嘛 所以我当时我是派住那边嘛 所以说每个每个每个县 每个市每个什么我都跑过 都跑过 我觉得安徽挺不错的 河南我也是每个地方都去过 那你是什么时候出来留学的 我是2016年10月份 然后我日先去了英国上学 然后之前在伦敦上高中 然后上了两年 伦敦那个高中 就是他们高中课程 就叫A-level 然后就是读两年之后 可以上他们的大学 然后起初是先读的艺术类的专业 就是他们高中就不会说像国内一样 都让你全部都要读 就是你选你自己感兴趣的东西 然后大概选四门这样子 然后读 然后再用那个成绩升最后的那个大学 这样子 你当时为什么会想到出国留学 我一开始因为我有个爸爸朋友的小孩 一开始来的是普尔斯 然后我都觉得就听他每次一回家就说出国就留学感觉也蛮好的 所以我就觉得对外面人感觉也蛮憧憬的 而且我不是那种特别恋家的人 就还挺喜欢出来玩一玩或者闯荡一下 对 那其实当时去英国我知道 去英国美国的话还是 费用还是挺高的 对 英国的学费大概一年多少钱 英国上高中很贵 就是初高中都比较贵 一年差不多 我们那个学校算是那种国际性学校 然后就从世界各地来的学生 一年学费24万人民币 那生活费大概要多少钱 在英国 生活费 那边我觉得在伦敦成本会很高 就是租房子会比普尔斯贵很多 就像一般的那种公寓 他们可能每周都是400英镑 哇那挺贵的 就是3000多人民币一周 就相当于我们这边一半 就是两倍嘛 就相当于这个价格 那你在那边读完高中 你当时就直接为什么会想到又到澳洲的普斯来读大学 我一开始是学的那个艺术类的科目 所以我的分数只能升艺术类的大学 但是我当时就因为雅思的问题少了0.5分 然后又就是没有上到自己理想的那个大学 但是我本来是想gap year的 但是我爸妈不想要觉得浪费时间 我中间又去英国建桥的一个艺术大学上了一年 但我觉得还不是很喜欢 因为我最开始只是想留在伦敦上学 因为英国的那种气氛 就是他很压抑就是感觉伦敦可能因为之前读高中上了两年多 就比较熟悉一点 然后后来在建桥上完那一年之后 我就回来又打算重新申请学校嘛 但是因为艺术的科目如果成绩不是特别好的话 他如果升商科类的大学 就是比较很难 比如说一开始我升到了是那个伦敦艺术大学UAL 他的那个艺术学校排名是算是全球数一数二的那种 但是如果那个再升像UCL 像就是伦敦国王学院这种就很难 就升不到理想 我就说不如再试试老路子就说再来澳洲试一下 因为我当时也是因为我爸爸朋友在珀斯嘛 然后他那个小孩就在这边读书什么的也蛮好 就觉得可能有个熟人在这边挺好 就没有考虑去东边 如果去东边的话应该申请莫纳什应该是OK的 那你到珀斯现在是哪一所大学 在那个UWA上学 小大学也是我们澳洲的八大 那你学什么专业啊 我是现在读本科的那个Marketing 然后现在在读大三 大三 对大三上下学期 那其实跨度也挺大的艺术到Marketing 你有考虑是不是有考虑以后还是有机会移民 留在澳洲读了个移民专业 没有我这个专业不是移民 就是我也想去读那些功课类的 Marketing也算了也算 只说可能不算最紧缺的 对就可能比较难申请吧 如果目前再看看如果在珀斯能找到工作的话 也是毕业之后就直接找到工作也是蛮理想的 对你读四年现在已经可以拿三年的四八五工签了 对可以拿四八五工签 然后你在这边如果能找到Marketing的工作 那么你有工作经验之后你就可以做职业评估 然后你就可以通过技术移民打分 然后就能那个移民的机会 大家都知道 因为我经常分享留学移民那什么的 所以说顺便聊了几句 那你从那个英国来到了珀斯以后 你觉得在这两个地方留学 从一个天气来讲的话 是差别挺大的 对 你是说两边的区别 对对气候 气候英国真的一天到晚就是天气特别不好 就是一般一年多是阴天为主 就是这样子 然后之前也说雾都雾都嘛 但其实也就是环境有在变好 他们那边没有什么雾 但一般就是阴天为主 然后一年之中夏季特别短 但它夏季特别热 像如果在伦敦坐地铁的话 他们那个地铁系统比较老 是没有空调的 然后在珀斯的话就很舒服 因为相对于在英国的留学生 一般不会考虑说买车这样子 就他们会就是选择出行方式 偏向于坐公交 坐地铁或者打车 但英国出租车很贵 它跟日本的价格是不相上下的 那好贵 对它不是 它是按时间算的 就跟那同样的路程 它堵车 但它可能就会比平时贵很多 然后在珀斯的话 气候就很舒服 我就慢慢感觉 待在这边也蛮习惯的 然后还平时可以开开车 骑骑摩托这样的 颇是阳光之城嘛 对 天天都有大大阳 天天都是对 而且夏天没这么热 冬天又不冷 对还不错 那还有一个方面就是 那个两边的话 你到澳洲来留学 澳洲的学费比英国要低很多吧 应该是这样子 就是他们我也有听说过 就是英国越好的学校 然后可能一些比较有研究性的学科 它会学费稍微贵一些 然后就是澳洲的话 这边会稍微好一点 你读本科的话 现在读marketing 差不多 西奥大学的学费已经算 就很贵了 就差不多四万左右吧 然后它贼坑就是 它每一年 每学期 它都因为疫情 它有在往上涨 就是几百刀几百刀这样子 就一开始可能会说 让学生就说 欢迎你过来呀 我们给你补助 但是之后这些钱我觉得都是会学费上还回去 对 差不多四万澳币左右吧 一年 对一年有的 之前我最开始来的时候 20年1月份来的读语言班 然后7月份就读了正式的那个本科的学习 从大一下学期开始读 然后它那时候offer上写的是三万八一年 然后现在应该又涨到四万出头这样子 对 有的会可能会给点奖学金 对 但是我这个没有 它只是在就是因为在英国上了一年的本科嘛 然后它帮我减了半学期这样子 那还有生活费的差别大吗 生活费我觉得也蛮大 因为像如果在英国的话就肯定他们那些购物啊什么就很方便 就会吃吃喝喝玩玩会比较丰富一点 然后在这边如果不买车的话 我觉得开销还是蛮小的 就可能看每个人怎么花嘛 但是整体相对来说还是澳洲这边稍微便宜一点 那我想再问一下你就是你在两个国家都待过几年吗 你觉得两边澳洲人和英国人他们之间哪边人更nice一点 就是你感觉 还是澳洲人吧 虽然有听新闻上说就是澳洲有排华的现象 但我觉得可能仅存在于东边那边 就是墨尔本悉尼那种大城市 然后在这边的话 我觉得至少我目前碰到的老外都还比较nice 然后英国人感觉脑子也都挺一根筋的 对 而且澳洲非常多的英国人移民到这边来 对 但他们都还蛮不错 就算我是一路在普尔斯也待了现在有两三年嘛 就感觉在普尔斯生活也比较舒适 然后碰到的人也都挺好的 就说你在英国几年 在澳洲几年 你都没有遇到过那种 就是说 就是我们说种族歧视啊 怎么这种情况遇到过没有 好像没太有的 就没感觉 没记忆了 但作为朋友就是老实听说会有一些就是歧视啊这种 就让你滚出我们国家这类说也都是有这种说的 对 这个其实就是概率相当问题了 就是遇到那种每个国家都有数字低的人 就是骂一两句 对 可能就是刚新冠的时候 可能会在街上会稍微对一些中国人喊啊这样子 哦 对 那你觉得两边在英国和澳洲你生活了几年 你觉得治安对比一下两个国家 英国的话也就感觉像是非洲国家那种晚上就尽量不要出门嘛 然后像伦敦有一些黑人区就是尽量学生也不要往那边去租房子 然后晚上就是最好也是结伴同行 然后普斯相对稍微好一点 因为我之前住的几个区都蛮安全的 嗯 然后也有听说过一些就是入室打劫啊这种可能像南部的有一些区像班特里那种 我朋友他们住那边有把他们因为是住在边户嘛 就把他们那个房间的那些门啊撬拉或者怎么样就偷东西 目前我觉得还是不错的 普斯 我刚来的时候我也是住班特里住了一两周 后来才知道班特里那个地方相对来说是有一些土著啊 对对对 偷到比较多一点 其他好像也没有也没有什么 我每天还要出去散步走走走走几公里 刚来的时候 英国那边有时候还会有那些恐袭啊什么的 就对就也人人就是比较人心惶惶吧 那我想问一下你读高中的时候在英国有没有打过工 啊在英国没有 我觉得在英国打工还蛮难的 就是一般也都是那种什么唐人街啊 很多店可能会招 但是我之前没有想过打工 那时候刚过去的时候16年嘛我也就17岁 然后也比较小 然后就一般就是跟周末跟朋友一起玩玩 然后平时就在学校上学啊这样子 对那你到了澳洲读大学了肯定有打工了吧 对我一开始其实来澳洲也没有想过打工 后来觉得我周围朋友也都有在打工嘛 他们时间平时安排的还蛮充分的 然后就觉得我也是从上学期刚开始 然后一开始在奶茶店 因为我住在UWA附近嘛 然后那边有一家奶茶店叫Teaholic 然后我就在里面有打工小半年吧 就这样那你打工时间以前是每周二十小时吗 差不多就平时可能我一般上工作日比较多 因为其他课就是其他同事可能因为平时学习比较忙啊 或者怎么样他们课比较 我们就会老板会根据自己的时间灵活安排吗 这样子在奶茶店打工一个小时有多少澳币 奶茶店打工没有很多 要是跟那些餐厅什么的就相对比较低一些 一般奶茶店工资就差不多都在18刀左右一小时 因为是学生的工资啊 对要低稍微低一点点 你要你知道现在已经把那个留学打工时间给取消了吗 因为确认以前是40小时 现在没有限制了嘛 对而且工资都特别高 因为找不到人嘛 你随便找个工资我估计都不会低于25澳币啊 对对 你在国外读过高中在读过大学 你觉得在国外读大学辛苦吗 我觉得其实课余时间还是可以自己灵活安排的 就一学期只有四门课嘛 也不是很紧张 就除非可能有final的时候 需要提前几周复习 然后平时小组作业讨论一下 我觉得相对还是可能 就是大家就说什么国内是严禁宽出 这边是宽禁演出嘛 其实在无论在哪都是要好好学的嘛 国内最辛苦的是不是高中的时候 对就是那种什么高三 然后大家要一起坐在小屋子里要复习 每天可能在板子上坐的就是都不会起身的那种 但你已经错过了高中的最艰难的时候 但在国内进了大学之后相对会没有这么 对严啊 对 但你在澳洲的话你就不能挂科了 对这边挂科有点说不过去嘛 因为爸妈一年也花不少钱供自己读书嘛 这样子 挂一科几千奥币 就是相当于要再付一门这个一门四千网就还挺贵的 这个钱干什么目前非要挂科 对那你通过这几年在读国外留学高中还有大学啊什么的 那么你觉得我们国内的孩子出来留学好还是留在国内好 你说就是毕业之后吗 对就是如果有条件的话你觉得是两种路嘛 一个是在国内你可能你考清华北大啊 985啊211或者是另外一条路就是说出来留学 你觉得这两条路怎么样 我觉得可能就会有不同的多样性吧 因为如果一直在国内上学的话 就是如果我觉得是那种很学霸的 如果在国内上那种很好的学校也是有很好出路 也不能这么说就是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发光点嘛 然后出国也是一种选择 但是也不能说就是大家可能就是网上会之前说成绩不好的才出国 其实我也觉得周围也有很多非常优秀的人 他们也都是有的就是那种在国内就是可以直接跳机读书的 他们也会选择出来就是度一下筋啊这样子 现在内卷毕竟也蛮严重的嘛 大家还是希望自己的含金量稍微高一点的 都会选择对自己更好的路嘛 留学可以学好英文 然后可以长点见识眼界这个很重要哈 对不一样 那么我想问一下你有没有考虑过就是在澳洲大学毕业后有没有想移民留在澳洲 我是有这么考虑的 因为我最近跟我男朋友也在计划着想着就是毕业可以找工作 然后或者跟朋友一起就是创业啊这样子 然后在普尔斯高点小生意这样 你男朋友读什么专业的 他是读景观建筑的 他也是移民专业 对但是没有建筑这么的移民 就是就属于擦边的那种 有点擦边 对 那你们俩其实专业都属于那种有点有点不算紧缺擦边 对擦边 最后能不能移民其实就靠你们毕业之后能不能找到本地的工作经验呢 没事这个可以找我到手 行没问题 这是我的专业 好的问题 我还想问一下就是 你感觉就是在澳洲啊工作 不管是你留学打工或是以后吗 你觉得这边工作压力大吗 我觉得会比国内稍微就是相对轻松一点 因为这边不会强制说让你加班这样子 就你可能想加班你的同事或者你的老板都说快回家休息吧 就这样子 然后我觉得这边如果毕业生的起薪也会比国内相对待遇高一点 那你觉得在这边工作跟这些就是全世界的人吗 或者是学生啊或者是当地人相处困难吗 我觉得可能就是大家都有抱团心理吧 就是外国人也会想跟外国人一起玩 然后中国人也会想跟中国人一起玩 就是我不是那种很会跟老外沟通的 就是可能平时相对私下玩多的还是跟中国人多一些 就是我也有想认识老外的这种 我也想得到这种机会 但是一般其实除了上课交流之外 其他私下很难跟有说有外国朋友一起出去一起玩 这样子 这还有一个方法就是兴趣爱好 那我想问一下 比如说你的兴趣爱好和你男朋友很像 速度与激情 你们俩都喜欢那个骑摩托车 对我也是刚买不久 怎么样感觉怎么样 还不错 但得注意安全 对这边就是考证还比较难 就是你拿一个laner可以 但一定要有人带你上路 如果被警察抓到的话 就第一次先发100道 然后第二次可能就直接出庭了 就大家就可能在街上起的时候小心一点 不能说摩托车嘛 手动挡 你打不着火在那停着打 十多次 那警察一看你肯定就不对劲 对 对澳洲跟中国还不一样 就是你刚学的laner就是那个红牌嘛 还要有人带才行 对 多少个小时以后 然后再换绿牌 对这边考试也很难 然后最后再换full license 然后其实这边学都挺正规 考试也挺难的 考试就是全部开到路上去考 是啊是啊 没有什么场地 没有没有场地 现场实操 然后有一个问题 就直接fail了 我记得 可能没有打灯或者怎么样就fail了 对我记得我来考试 我当时也考了六七次 是吗 我刚来就考 一个星期两个星期就考 以前我还在中国有差不多二十年的加力 对 很难的 就可能有时候看顺手了自己就忘记 因为这边开车很多小细节 就可能开汽车的时候 他让你掉头或者怎么样 好像是要转头 要回去看一下后视镜 对 忙去 对对对 他们很要求抠那种点 然后这些可能就是开车熟练了 我们就会忘掉 这样子 对 所以就很容易fail掉 好 今天非常感谢 因为我给我们分享了很多的 谢谢 留学还有在澳洲英国生活的经历 如果大家有澳洲移民留学的问题 也可以给我留言 然后大家喜欢是不是视频 麻烦帮我们点个赞 转发和分享 好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 拜拜